Hello大家好,今天学习笔记的主题是一首很冷门很冷门的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的唐朝乐队的童年 这首曲子和罗大悠的童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估计应该是乐队成员小时候练琴时候的一些动机组成的一首曲子 这首曲子收录在唐朝乐队的1990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演艺里 离第一张专辑唐朝相隔了整整七年 其实乐队的整体风格也在变化 但是大家依旧对演艺这张专辑非常的期待 但是我是非常的喜欢这张专辑的 当然它和第一张专辑很不一样 所以必然有人会不喜欢 但是话又说回来 哪怕到现在纵观整个中国摇滚历史 可能还真的没有任何一张专辑能够超越孟茴唐朝那张专辑的存在 因为那张专辑真的是太牛叉了 几乎定义了中国摇滚 但不管怎么说演艺这张专辑也是我当年反复去听的一张磁带 对当年我还是只能用得起磁带 这张专辑里可能我最喜欢的曲目不是里面的那些主打歌 比如说演艺 而是这里面这一首非常简单明快的童年 因为那个时候太喜欢这种简单明了的朋克风格了 当年也尝试去扒过 但其实根本扒不下来这首曲子结构还是挺复杂的 他不是直直的整首曲子一个调一个和弦进行 其实他转了很多调 而且还用了简音阶什么的 如果乐力不行硬扒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难的 不过这首曲子从演奏的难度上说 相比唐超乐队之前的那些成名曲目里面那些华丽快速的solo来说 他的难度真的是很平易近人了 正巧今天是六一嘛 那我就借着这个时机把这个笔记呢给完成了 算是了了我的一个心愿 我相信它是一首非常好的终极的摇滚金属练习曲 还有值得一提是这首曲子当年呢 整个乐队同期one take一路程呢 也就是一遍过 连前后的一些小对话也被一起录了进去 所以当年他们其实也就当成玩玩的一首曲子啊 反正这就是一首纯乐器演奏的曲子 大众呢也不大会去太多关注它 所以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听啊 其实是可以听到一些在现场演奏的时候呢 难以避免的一些音准和节奏上的瑕疵的 但这不重要 但这也展示了这首曲子最原始的状态 就像我们的童年一样 走着走着 好了 再来一遍 1 2 3 4 1 3 4 2 3 4 2 3 4 5 5 5 6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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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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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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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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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疼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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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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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其他人